一千塊還好 創什麼還可以倒資公司 一千塊吃飯都不夠 年輕人創業不易 我們花了5.7億去補助進口大 這一把火已經點了四民全會了 林民也幾百多會了 你聽好嗎 狗會問旺 貓會喵喵 機會怎麼樣 這就是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如果是一千塊的人創業這樣也不理好 我也倒著來 看著幾千塊來用 一千塊還好 創什麼還可以倒資公司 哪有可能 一千塊不夠 一千塊投資公司 一千塊吃飯都不夠 年輕人創業不易 對啊 如果是一千塊創業這樣也不理好 我也倒著來 看著幾千塊來用 我蓋小陳其中給你實在 我蓋幾個家 我蓋小陳其中給你實在 你就可以這樣 這是經濟部的工商登記 你看看 這間叫做超市有限公司 超市 富家林叫做秦宇喬 出資一千塊 一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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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五十萬 正常你五十萬的公司 為什麼他出一千塊 出的人 其他第二序列以外那些都沒有 沒有 林介先生辦一間公司都不只五千塊 不要你要開一間公司 三號 你要登記啊 以前的三號 不是公司的三號 免用統一花票 手續費啊 什麼行政費都不只一千塊 這是公司喔 有限公司喔 所以我剛剛也查了就是說 他的董監是只有一個 那是這個揭露錯誤呢 那是不是要求他們更正一下 應該不太會輸入錯誤吧 不一定啦 這個也許他們明天就出來講說 那個 少一個零啦 去印錯誤 也要更正啦 所以克萊爾你應該 社會去跟他講一下 發個mail給那個 商工登記這邊 我跟他問一下 那說是不是登記有誤 對不對 你是不是一千股啊 他是不是一千股 我現在上網查 可能他在那邊寫錯了 但是他瓜府 他的單位是圓 圓耶 對 我直接上網去查那個台灣公司網 一股是十塊啊 也是一萬塊 表面價值 一股是十塊 表面價值 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啦 就是說整個 我們花了5.7億去補助進口單 那這一把火已經是點的市民全會 到處都是 人民也整百多火了 你聽好嗎 所以 結果 今天你把我們選報說 因為我認識很多蛋農 也認識很多雞農 那他們成本怎麼調整 那最近飼料怎麼漲價 他們都會跟我講 然後養殖的這個環境在改變 禽流感還沒有到 冬天會最嚴重 那除了看到補助進口單 他們很生氣以外 他們知道很多內幕 有人想要講的時候 所以農委會現在就講 我進口單本來是說要 預助這個物價 然後讓全民減少支出 結果今天你說什麼 尊重市場機制 現在一公斤又蓋三塊 蓋三塊 三塊喔 產地喔 這就是要 安高心 人家說半肥安高心 你看克萊爾了解多少來不 對 從開始 一開始啊 我突然想到一個笑話 狗會旺旺 貓會喵喵 機會怎麼樣 網友們知道嗎 你們如果知道的 可以打在留言區 機會下蛋啦 機會下蛋 我漢哥 沒有啊 你狗旺旺 貓喵喵 威其就是咕咕咕咕 語軒哥不知道嗎 有聽過這個嗎 資格是什麼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好拉 沒有啦 今天一開始要跟大家說一個壞消息 就是我們的蛋價 跟剛剛龍蓋以前說的 要调涨3块了 我们批发价来到53元 这样子我今天早上来录影的时候 在楼下便利商店买的那个茶叶蛋 原本一颗是13块 那不就要涨价了吗 而且大家早餐店吃到的蛋饼跟蛋有关的 还有我喜欢吃的甜点 比如说蛋糕 是不是全部都要涨价了呢 不知道是不是涨了一波之后 然后物价又不会跌回去 那这就会让人家很困扰了 可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喊补助 会抑制淡价的农业部 现在却像变了新的女朋友一样 对我们的心声头也不回 他们只说尊重市场机制 然后不会干预 这不就像是跟你说分手 然后另外有人说 我尊重你的决定一样吗 那另外还有产地交易行情的价格表 我们来看到这个 好像发现越进口涨价越多 这个要怎么解释啊龙凯生 这个我们讲官员的二职 这种歪风说实在 等一下来宾会跟大家探讨 为什么整个进口蛋的结构 会变成这样 那去年开始 从疫情之后呢 我们的黄小玉就不断的上涨 所以所有的畜牧 养殖 起地 起牛 有目草 全部进口的 有很多都起底 起地 起寒 起粉 玉米 都起底 那么 那么我们的养鸡也一样 所以当鸡农蛋农 它说已经成本不断上升了 希望政府让我们调价 这个政府说不必我从进口 我开放进口 我进口就可以平易啊 有平易吗 然后你进口又花了谁的钱 你花了钱难道不是全民的钱吗 好那你拿钱去补助进口的蛋商 还特定蛋商啊 最近很多鸡农说我不想吃了 你政府谢谢 感谢你 我就这么老鸡 因为鸡是这样嘛 鸡生得越多肥 我们人们的样子 越多肥会越生越少 所以鸡越老 他生的两率会越败 但是你有怎么可以叫他 鸡生 鸡吃 鸡吃 继续补下去了 但是这样的话你后面的总鸡到中鸡 那买一般鸡农都买中鸡 中鸡大概养了两个月过几天 他就可以开始下蛋 所以这个中鸡不足 他就要来轮替 这些老鸡 那中鸡养了两个月以后 他的下蛋率 然后如果你还有这个温室 就是你恒温去控制 那里面然后水连 像水连市那个就是不会 禽流感几乎就没有办法 我们讲为什么泰国今天可以变成 蛋的出口国 就2000年他也禽流感 我们也严重禽流感 现在他能在出口 结果我们还要去进口 所以这个等于是没有对症下药 让这些蛋农 很多人那我就弃养 我不爱弃 不管你怎么进口 除非你继续补助 继续让特定厂商进口 那其他国家验出来也有问题 食品的安全谁要把关 所以变成今天 过去就是让你买哪 不要去 一直压 今天讲说我们尊重市场机制 为什么 这里面没有猫腻 我了解的就对了 吃不住了 为什么 同业之间 媒体人媒体人都是媒体人 其实他们两个很多秘密 我们都不知道 确实是 但是他们之间 他的秘密他知道 他的秘密他也知道 为什么 同行就是消息比较灵通 这些进口鸡蛋的养鸡的 谁搞什么 谁搞什么 三民人像我亲家说的 三民人你这整股毛都知道的 所以 危险你怎么看 就是说 蛋 涨价今天 所放的 农委会放了 但是你 欺负三户之前 人家把你拼这些 保证 不正常的补助 然后特定厂商的补助 你对 农委会这个政策走到这里来 面对社会质疑的时候 尤其在记者会里面 等于是 不要说偏袒 几乎就变成在富航 好 今天因为那个 农委会的部长 现在不是主委还是部长 部长 丹部长说 黑白说就要告 对吧 谁如果怎么样 我成绩中就急 所以大家听说清楚 乘高今天 很欢迎来乘高的节目 政治先知道 是 藍绿白胡闹 就是乘高的名言 大家都知道 别人的小孩 放肥 是胖在胖 我们的小孩放肥 胖在胖 对吧 好 这是乘高的名言 我们就用 你胖在胖 来开场讲这个话题 现在说要补助 现在是要放肥胖 还是要放肥胖 还是要顾肥胖 我们先说清楚 咱们说放肥胖 就是说我现在完全都不理它 我完全是市场机制 缺蛋的时候 蛋就一定会涨 那没办法 难道现在路上在跑车 一千万两千万的车 我要把它压到边 一百万让你买吗 我当时就是跑车 就是介绍市场机制 所以肥胖不胖 我们的政府的规则 它的项目是什么 是要补 补给大家可以买 如果照这个规则的话 先前我们有蛋荒税 去国际买蛋 买蛋进来的包含 关税30%跟相关的这些东西 它都给它补助 那这个补助的概念跟做法 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为什么今天讲蛋价要涨 不管你涨多少都补上去 维持原价嘛 对不对 应该是够好大 你现在把它放好大 放好弄 会大还是会弄 看它外面大 我们不要差别嘛 所以就原本农委会的态度是 不让市场上买到的鸡蛋 一个不能缺 二个不能涨 现在为什么 你让它涨了 为什么今天开始涨3元 你要先跟大家讲 那先前顾着大家所有的老百姓 民众去买蛋的时候 第一个不会买不到蛋 第二个不会买到贵的蛋 你的那个态度 为什么今天不管呢 为什么今天变成市场集市 我照理讲的话 蛋荒时期应该讲说 最近都没涨了 不然就看他还说黄小玉 所以我们就忍半年 大家不要吃蛋 之后就会恢复了嘛 不用半年了 不用半年了 好 我意思是说 农业部要先跟大家讲 为什么现在就变市场集市 之前你就要拼命补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补助1.75亿的事情 就是他说要交的 我一定讲得非常清楚 不可能会交到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没有把1.75亿的补助款 交给超司 所以我们没有补助超司 没有说 但问题是 你有没有拿1.75亿出来补助 有嘛 那补什么 就是超司去巴西买的鸡蛋 因为在巴西买 你还要在那边有关税 等等相关的运费 来到台湾以后 然后再由台湾的中央续厂会 去跟超司买 买了以后 再到我们这边上架的时候 他务必要使鸡蛋价格不高 因为那些成本很高嘛 他用够補起来嘛 他跟超司买多少钱 对 我就要说这个 他跟超司买多少钱 我不知道 因为超司照看起来 应该一颗是5.9块 就算好 CIF的价钱嘛 5.9块是谁审核的 那为什么他报5.9 那从巴西回来5.9 从日本回来多少 从泰国来的又多少 对 兄哥这里可以说 因为这里比较爱 那整个台湾 包括普通有够大吗 普通算有够大吗 上市公司 记者还去问他嘛 这是我们国家里面有一二十家进口 很厉害的这些 他说我们不知道有补助 然后我们旗下的厂商 有叫瑞福的什么 他们都有进口 那他讲的量不多 但我朋友告诉我 他量的蛮多了 所以你说普通 他们没有补助吗 没有 好来 没有听说补助这件事 不知道消息从哪里传出来的 所以他们因为记者问他们 拿多少补助吗 他们也会收起 没有 农委会委托某些厂商 帮忙进口蛋 那些传出补助 有可能是委托厂商 他的讲法 有可能是委托厂商的代办 手细费等等 但农委会没有编列这个预算了 等于说普通没有提到 你怎么看 我补充一点 所有民间买蛋的都没有补助到 他的逻辑是这样的 那个图万财嘛 姓生蛋品嘛 很大间的 南部的 他出来讲说有啊 我们因为国内的鸡蛋不够啊 我们自己都有跟国外进口啊 所以这个差别在这边 他们是自己跟国外进口 拿去市场买 拿去市面上卖 但是 我们看到那11家不一样 我们看到那11家是 他去国外进口 结果中央续厂会愿意 以高价跟他买 他的算法很特别 你报价多少 还要再加关税 还要再加加雷雷扣口 而且 每一批都不一样 民间买的也要关税啊 对 他自己吸收啊 自己吸收啊 自己拿去市场卖嘛 那政府那个不一样嘛 中央续厂会 他等于说我保价 给 thee收购嘛 所以好 那你看喔 為什麼現在傳出說有一批彈 補助高達到32塊 代表他每一批都不一樣 空運 走運機的嗎 那是運輸 你看香蕉到獨拜 一公斤買17塊 可是補助他運費70塊 對 這個當然這個我們可以體認 為了打外銷 那你現在要進口為了補缺口 也可以 可是為什麼你這個補助 就是說你剛剛講的 政府不是你去辦的 對啊 他記者會講得很清楚 是我們駐巴西代表處去努力 敲火也可以進口 要檢疫要什麼 同意他進口過來 第一批 他努力的是什麼 第一批 可能是要去日本 准射過來 這第一批 可能啦 其他東西我們巴西代表處去努力的 那既然是我們國家去努力 為什麼不交給台農發 為什麼不交給蓄廠會 為什麼叫一個特別的公司 這間公司如果你們講的 無際 這個有品牌 這幾十年啊 同樣一個負責人啊 為什麼為什麼要他用這個新的這一家 這本來在二月就停業了 三月二號又復業 為什麼緊急去復業 復業以後來接這些case 接了這些case 是不是你們要把這間的銷 原本公司的銷 撤開這間的銷就是 我們的銷 我要幫鋼商無際澄清一下 無際有兩家 是 一家是在這個南部的嘛 叫無際彈行 這間新百的 新百的那五千萬的資本額的 那叫無際彈品 無際彈品今天早上出來講 說欸欸 完全沒關係 業務完全沒有往來 所以農委又破功了 那之前大家一直在討論說這個 這個秦宇喬 秦宇喬 秦宇喬到底是誰 其實是彈行歌庸 對喔 50萬的 兩塊 他就是我們講50萬 然後 同一個負責人 無際彈行負責人也叫秦宇喬 那秦宇喬到底是誰 他們就講 鋼商無家嘛 本來這無家有好幾個兄弟 老大就是秦宇喬的老公 貴姓 他是遺孫 所以他就是過世之後 16年來都沒有進 那如果按照農委會的說法說 他是因為他有認識的 有門路 因為剛剛我們一直講嘛 你巴西 這樣買彈對不對 他說是這個代表處努力 說是這個彈商有門路 有行情 有能耐 有手腕 他怎麼16年 已經過去了 然後他特別把新北這家比較大的 牽連進來 結果人家也抓到說 第一個 他曾經說完全沒關係 再第二個 人家也沒有在做大量進口 人家做水煮彈 所以那個完全是不一樣的 這時候反而是你去看農委會的說法 你會覺得有一點 細思極恐 很可怕 全台灣如果11家廠商可以進口 其中6成是靠這家50萬資本額的超市 那代表一件事情 如果沒有這家超市 我們蛋荒沒有辦法解決 很恐怖的 沒有這家超市的話 我們台灣整個 雞蛋會產生這個價格 飆漲的危機 全部都要仰賴一家已經歇業16年 對不對 然後讓他重出江湖 才有辦法去拯救 所以我說農委會現在說要 農業部署喊告這件事情很怪 因為大家提出來的質疑點是幾個 第一個 說你的雞蛋裡面有農藥 對不對 所以你雞蛋有可能會致癌 農委會是說他針對這幾點要告 但是你農委會 第一個你又不是蛋商 你也不是巴西業者 你到底要憑什麼去告 難不成是憑說 我這樣子好像弄了 我像盤子一樣 我像盤子一樣 所以我要去告人嗎 因為你根本不是主體 你只是用中央續廠會 這個角色 去跟 超市家公司 把這些雞蛋 通通買下來 當中確實也有出問題 你要打回報票 我們無長 出來面對 你跟我個人來歡迎說 你真的有夠惡一個 他完全沒有業務能力 在詐騙集團裡面 就好像一個人頭 賣家帳號出來 超市蛋爭議吵了一年 北檢終於將神秘負責人 約談到岸 開什麼拍了 算了 多神經驗 在那邊不曉得拍了 有什麼好神經的 少都露面就是嗆瞎 他是超市負責人 秦玉喬 涉嫌加重詐欺 付訓後以 兩百萬交保 好不好跟我們講一下嗎 都是神經的嗎 你不太好司法調查嗎 經過一頁偵訊 走出北檢 始終沒有正面回憶 還記得去年的缺氮危機嗎 農業部當時還實施了 進口雞蛋專案 而超市卻被爆出 明明是一人公司 資本額只有50萬元 居然有能力能夠進口 巴西彈 8814萬顆 數量之大 更是當時全台進口總量60% 遠超於其餘專業彈商數十倍 不僅獲利3800萬 還有上億補助款 被質疑利益輸送 去年九月被國民黨告發 質疑沒有進口彈品精力 怎麼有負責能力 蛋切的雲爆 我不曉得這顆蛋裡面會不會孵出雲爆 監督單位24號 並翻十四路 搜索超市量財公司 農業部續產會約談八名被告 三名證人 超市和量財 涉犯加重詐欺 農業部續產會 是按公務員 觸犯貪污圖利罪 包含中央續產會前執行長 陳中興也被列為被告 其中超市負責人 秦宇喬否認犯刑 以200萬交保 續產會專員吳俊達50萬交保 而量財負責人 林一龍和員工 分別以100萬和30萬元交保 但林一龍離開時還推員工當擋箭牌 但從去年九月 國民黨告發後就分案 過了一年才展開大動作搜索 要查超市幕後推手 是誰影響全民全議 檢方下一步將約談 農業部長陳吉仲 等於新聞 旅家憲 彭西門 SNG小組在台北報導 外部走進北檢 他是時任續產會家庭組 專員吳俊達 因捲入進口袋爭議 訊後被預令50萬元交保 沒錯 就是50萬 一個銷售專員有可能影響 政府上億補助款嗎 而且僅以50萬元交保 顯示涉案情節有限 外界質疑 背後難道沒有更高階的官員 開綠燈放行嗎 很多依照綠外院相關規定辦理 見到國內市場的雞蛋 都是安全合格的 沒有圖利任何人 時任農業部部長陳吉仲 當時多次反擊外界質疑 這回就不再約談名單中就聯 我想我們會配合整個司法的調查 時任次長現任部長的陳俊濟 也同樣在這波搜索中巧妙讀過 以這回農業部及續產會來看 被帶回的包括續產會專員吳俊達 組長龔榮泰還有執行長陳中興 後續檢調勢必得往決策圈調查 包括進口但專案期間 時任部長陳吉仲 時任次長現任部長陳俊濟 以及時任續產會董事長林聰賢 恐怕都難逃被檢警搜索約談 畢竟這回農業部續產會 進口但專案不只外界質疑 連監察院也點出嚴重性 直指農業部委託公司 從量財變超私有貓膩 雖然農業部說是量財不願承接 但面對超私是日方代理商 吳玉菲母親成立 卻稱不清楚 這讓監察院傻眼 宋琴減調理琴 陳吉仲沒接電話 至於前續產會董事長林聰賢這樣說 進口但正義風波持續延燒 時任大咖官員有沒有徒利 恐怕都得依依跟法官交代 回顧2022上半年 當時續產會是跟量財公司 簽約進口日本雞蛋 結果到了2022下半年 卻突然換成超私公司 甚至到了2023年 還從日本蛋變巴西蛋 可是這一換再換 沒更便宜就算了 還越買越貴 表面上緊急調度 產銷調節但實際上 真的是這樣嗎 根據審計部及續產會資料顯示 2022上半年量財公司 進口雞蛋每顆蛋價6.9元 不過換到超私公司後 進口雞蛋單價卻增至7.39元 2023年換成巴西蛋後 單價甚至飆到8.06元 外界質疑難道是 採購風是改變導致嗎 也有可能是 因為量財是採合約採購 不過超私是採現貨採購 僅用電話確認 假金沒有千成溢價 或訂定採購 假金範圍 爭議較多之外 專家也說 現貨價格浮動較大 另外也有人點出 撇開雞蛋價格 續產會從量財變超私 關鍵又在哪 事實上2019年續產會就曾請 日商代理商吳育飛 協助採購雞蛋 2022年在吳育飛簽信下 與量財公司簽約 這代表吳育飛與量財不是不認識 半年後吳育飛母親 在成立超私前 就先與續產會簽署履約 被質疑背後都是吳育飛下的決定 畢竟能拿到手的獲利金額驚人 從量財公司來看 負責首五批採購金額3730萬元 付費約8% 獲利298萬元 以同樣8%來算 超私16批次 外界質疑獲利至少1500萬元 是誰放行更換廠商 有誰屠利 又有誰得利 恐怕都是檢調追查重點 東方三星我都解釋 台北報導 丹埔你如果說 我沒說就要告對吧 誰如果怎麼樣 我成績中就急 所以大家聽說清楚 兄哥今天很高興來兄哥的節目 政治先知道 是 藍綠白胡鬧 就是兄哥有一個名言 大家都知道 別人的孩子放肥 是斷在爬 我們的孩子放肥 斷在爬 對吧 這是兄哥的名言 那就用你爬到你爬 來開場講這個話題 現在說要補助 現在是要放給爬 還是要放給爬 還是要顧給爬 我們先說清楚 為什麼要放給爬 就是說我現在完全都不理他 我完全是市場機制 缺蛋的時候蛋就一定會漲 那沒辦法 難道現在路上在跑車 1000萬2000萬的車 我要把它壓到賓100萬讓你買嗎 不然那就是跑車 就是這個價格 市場機制 所以雖然沒問題 我們的政府的規則 它的循環是什麼 是要補嘛 補給大家可以買 那如果照這個規則的話 先前我們有蛋荒稅 去國際買蛋 買蛋進來的包含關稅30% 跟相關的這些東西 他都給它補助 那這個補助的概念跟做法 為什麼現在沒有了 為什麼今天講 蛋價要漲 應該今天不管你漲多少 都補上去維持原價嘛 對不對 應該是購好肚子嘛 你現在把它放肚子 放肚子會肚子還是會肚子 看它外部肚子 我們不要差別嘛 所以就原本農委會的態度是 不讓市場上買到的雞蛋 一個不能缺 二個不能漲 現在為什麼 你讓它漲了 為什麼今天開始漲三元 你要先跟大家講啊 那先前 顧著大家所有的老百姓 民眾去買蛋的時候 第一個不會買不到蛋 第二個不會買到貴的蛋 你的那個態度 為什麼今天不管呢 為什麼今天變成市場 其實我照理講的話 蛋荒時期應該講說 就最近都沒人了 不然就看 他還說黃曉鈺 所以我們就忍半年 大家不要吃蛋 之後就回復了嘛 不用半年了 不用半年了 我意思是說 農業部要先跟大家講 為什麼現在就變市場 之前你就要拼命補助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補助 1.75億的事情 就是他說要購的 我一定講得非常清楚 不可能叫他購到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沒有把那個 1.75億的那個補助款 交給超司 所以我們沒有補助超司 沒有說 但問題是 你有沒有拿1.75億出來補助 有嘛 那補什麼 就是超司去巴西買的雞蛋 因為在巴西買 你還要在那邊有關稅 等等相關的運費 來到台灣以後 然後呢 再由台灣的這個中央續產會去跟超司買 買了以後呢 再到我們這邊上架的時候 他務必要使那個雞蛋價格不高 因為那些成本很高嘛 他用就補上去嘛 他跟超司買多少錢 對 我就要說這個 他跟超司買多少錢 我不知道 因為超司照看起來 應該一顆是5.9塊 就算好 CIF的價錢嘛 5.9塊是誰審核的 那為什麼他爆5.9 那從巴西回來5.9 從日本回來多少 從泰國來的又多少 從泰國來的又多少 對 憲哥這裏可以共產 因為這裏比較愛行 那整個台灣 包括普風 有夠大額 普風算有夠大額吧 上市公司 好 記者還去問他嘛 這是我們國家裡面有 一二十家進口很厲害的 這些 他說 我們不知道有補助 然後我們旗下的廠商 有叫瑞福的什麼 他們都有進口 那他講的量不多啦 但我朋友告訴我 他量滿多的 所以你說普風 他沒有補助啊 沒有 來 沒有聽說補助這件事 不知道消息從哪裡傳出來的 所以他們因為記者問他們 拿多少補助嘛 他也會收起嘛 沒有 農委會委託某些廠商 幫忙進口彈 那些傳出補助有可能是 委託廠商 他的講法 有可能是委託廠商的代辦 首席會等等 但農委會沒有編列這個預算 等於說普風沒拿到 你怎麼看 我補充一點 所有 民間 買蛋的 都沒有補助到 他的邏輯是這樣 那個圖萬財嘛 信聖蛋品嘛 對不對 很大間的 南部的 他出來講說什麼 有啊 我們因為國內的雞蛋不夠啊 我們自己都有跟國外進口 所以這個差別在這邊 他們是自己跟國外進口 拿去市場買 拿去市面上賣 但是 我們看到那11家不一樣 我們看到那11家是 他去國外進口 結果中央續廠會願意 以 高價跟他買 他的算法很特別 你報價多少 還要再加關稅 還要再加加零零扣扣 而且 每一批都不一樣 民間買的也要關稅啊 對 他自己吸收啊 自己吸收啊 自己吸收啊 自己拿去市場賣嘛 政府那個不一樣嘛 中央續廠會他等於是說 我保價給你收購嘛 好所以好 那你看喔 為什麼現在傳出說有一批彈 補助高達到32塊 代表他每一批都不一樣 空運 對 走運機 那是 文書 你看香蕉到 獨拜 一公斤買17塊 可是補助他運費70塊 對 這個 當然這個我們可以體認 為了打外銷 那你現在要進口 為了補缺口 也可以 對 可惜 為什麼你這個補助 就是說你 剛剛講的 政府不是你去辦的 對啊 他 記者會講得很清楚 是我們駐巴西代表處去努力 敲火也可以進口 要簡易 要什麼 同意他進口過來 第一批 他努力的是什麼 第一批 可能是要去日本 全都洗過來 這第一批 可能啦 其他東西 都是我們巴西代表處去努力 那既然是我們國家去努力 為什麼不交給台農發 對 為什麼不交給蓄賞會 為什麼叫一個特別的公司 好這間公司 如果你們講的 無稽 這個有品牌 這幾十年啊 同樣一個負責人 為什麼 為什麼要他用這個新的這一家 這本來在二月就停業了 三月二號又復業 為什麼緊急去復業 復業以後來接這些Case 接了這些Case 是不是你要把這間的銷 原本公司的銷撤開 這間的銷就是 我們的銷 你要怎麼樣 我要幫鋼商無稽澄清一下 無稽有兩家 是 一家是在這個南部的 叫無稽彈行 這間新百 新百的那五千萬的 資本額的那叫無稽彈品 無稽彈品今天早上出來講 說 我們跟完全沒關係 業務完全沒有往來 所以農委又破工了 那之前大家一直在討論說這個 秦宇喬 秦宇喬到底是誰 其實是 彈行 歌雄 對 50萬的 他就是我們講50萬 然後 同一個負責人 無稽彈行負責人也叫秦宇喬 那秦宇喬到底是誰 他們就講 鋼山無家 本來這無家有好幾個兄弟 老大就是秦宇喬的老公 貴心理 他是遺孫 所以他就是過世之後 16年來都沒有進 那如果按照農委會的說法說 他是因為他有認識 有門路 因為 剛剛我們一直講嘛 你巴西 這樣買彈 對不對 他說是這個代表處努力 說是這個彈商有門路 有行情 有能耐 有手腕 他怎麼16年都已經過去了 然後他也特別把新北這家比較大的牽連進來 結果人家也抓到說 第一個 他曾經說完全沒關係 再第二個 人家也沒有在做大量進口 人家做水煮蛋 所以那個完全是不一樣的 這時候反而是你去看農委會的說法 你會覺得有一點細思疾恐 很可怕 全台灣如果11家廠商可以進口 其中6成是靠這家50萬資本額的超市 那代表一件事情 如果沒有這家超市 我們蛋荒沒有辦法解決 很恐怖 沒有這家超市 我們台灣整個雞蛋會產生這個價格 飆漲的危機 全部都要仰賴一家已經歇業16年 對不對 然後讓他重出江湖 才有辦法去拯救 所以我說農委會 現在說要 農業部署喊告這件事情很怪 因為大家提出來的質疑點是幾個 第一個 說你的雞蛋裡面有農藥 對不對 所以你雞蛋有可能會致癌 農委會是說他針對這件事情要告 但是你農委會 第一個你又不是蛋商 你也不是巴西業者 你到底要憑什麼去告 難不成是憑說 我這樣子好像弄得像盤仔一樣 我像盤子一樣 所以我要去告人嗎 因為你根本不是主體 你只是用中央續廠會 這個角色 去跟 超市家公司 把這些雞蛋 通通買下來 當中確實也有出問題 你要打回包票了 我告訴你喔 我又幫你補充一下 對 他完全沒有業務能力 然後進來以後 這個在詐騙集團裡面就好像一個人頭 不要吃帳號出來 我說我負責啦 要擠擠我 我還有很多事情 你們真的有夠惡質的 你知道嗎 但部長 出來面對啊 你跟我個人來歡迎說啊 台灣能夠進口雞蛋 三合五十斤 只要我們定路的啦 包括跟美國翁來的 那要五十四斤 那 這一些 這所有的當勁 為什麼有人提供假帳號 提供帳號 不要說假帳號 然後誰是車手 他說他沒拿到錢 他沒拿到錢 我們有出貨做款式 錢到哪裡 檢調都不用查 我們都不能說 再來 你剛剛講 貨八千多顆 進來 那兩顆你不知道是怎麼處理 他有辦法處理嗎 他還有八千多萬顆 差一萬 八千多萬顆 他有辦法處理嗎 我要說從巴西 走海運大概要三十天 一千以上 一個月 要冷戀 所以回來以後 大概你只剩下 一個月 像一個月 一個月 我要處理到八千幾萬顆 市場不是 每天都靠在這裡 一兩千萬顆 市場我們本來就在生產了 本來就有在生產 所以一天缺額大概就是 兩百多萬顆 兩百多萬顆 所以你是要這樣 後來 你過期要怎樣 那你剩下的蛋要到哪裡去 政府就還可以出 台市場 都政府在做的 這些錢是怎麼去掛去這間公司 是怎麼用這間公司的名字 補助三明星 他貪到一條 就那個 五個半 五個九 CIF 倒案價 那你有付錢給對安嗎 付錢給巴西出口商 那你付錢是付多少錢 你是付五個九 給對方嗎 還是你有帶多少日孫 這都沒有透明 那後續所有工作 包括在產地 我們去 住代表處去努力 然後回來 整個過程 如果你今天透明 我跟你說 我跟你謝謝 他又說什麼 超市這間公司 有三個後櫃檢驗沒有過 他虧了七八百萬 他都沒貪 他還要七八百萬 謝謝 我代表兩千三百萬的台灣同胞 把你稅多少 他記者回公 他還要七八百萬 記者去問這個付借琳 他也說我沒有補助我 我又了解 感謝 感謝感謝 台頭的行李有人做 了解的行李有人做 我們來看一支影片 這個正義才認桌 怎麼賺錢 這間 巧思 看什麼 看什麼 超市在整個蛋品界 其實他並不是新手 他長期就是在蛋品界 那針對國內的供銷 持續都有在做 這樣的一個輔導 資本僅50萬的超市公司 能進口八千多萬顆雞蛋 且獲得政府上億補助引發爭議 農業部自爆超私有母公司 是長期從事蛋品工作的 鋼山 武器 當行 林他平常這是什麼東西在出路 好像是奶品 因為他在那邊有開家 實際走放隱身在民宅中 武器 當行的登記地址 實際上已歇業多年 早已換成了牛奶商在經營 讓國民黨更加懷疑 針對關鍵超私母公司的資訊 以及又是哪一個親屬關係 在穿梭其中是 避重就輕不清不楚 而且疑點重重 投言市議員林涛 質疑農業部說超私 與無機蛋行有親屬關係 實際上無機蛋行 資本額僅2.5萬 比超私還要低 不知道超私家族 與日本有貿易往來 熟悉巴西的說法 是真是假 想要揪出幕後 又出現斷點 台北市議員徐曉星 在臉書揭露 洗藥署今年8月 邊境查驗 超私有一批 從巴西進口的雞蛋違規 內含恐導致血癌的物質 已不是貪財疑慮 而是食安問題 而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製造相關的斷點 讓人難以追查 我覺得這都是檢調 必須來調查的 在巴西 不只是超私一家 還有其他家在報價 那個報價本身的價格 我們從價格裡面 就去做相關的一個比對 農業部澄清沒有土力特定廠商 卻製造出越來越多伊甸 持續成為在野黨關注焦點 東森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我們可以看到從農業部公佈的委託貿易商名單 羊羊沙的這麼多 但可以看到連國內大廠台農發 都只進口3144萬顆 但是我們超私 超私在這裡 進了8814萬 而且從他們的資歷來看 其實超私真的很特別 不但成立的時間最短 資本額最少 但是進口數量卻是最多 來源還有標註 可能容易有裂品彈的巴西 那另外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8年來 進口彈 可以說是 比往年多了幾十倍 而且對比104年 104年在這邊 幾乎超越了300倍 好奇怪喔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需要進口這麼多彈 羅改先生 你回到第一張CG 這裡 這叫做碳會打擊 碳會打擊 卵中處理 欠疫苗 就有人在探疫苗的錢 欠電 有人探光電的錢 欠人 探人後有人探 我跟你講 假如第一個 44萬 進口44萬這個 他也是從巴西 跟菲律賓 那這是台農投資的 如果這是公營的 那為什麼 假如今天超市是44萬 台農投資是8814萬 這樣 還大家覺得這是合理 結果你為什麼 這個超市是什麼 我跟你講 社會還有人 業內 進來 有人替他講話 有人替他講話 他講話 他說了 這些公營的人 本來要怎麼 要照這些 雞農去抗議 說為什麼我們沒有補助 兩農 就照這些大創 本來 韓國我們來 監東委會說 為什麼 南農進口 帶國家進口 缺蛋的時候 我們都進口 這些都是要攻擊 台灣的市場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 特定的這裡有補助 台農發有補助 這裡有好 台農發補助 包括雖金 都國家收到回來 OK啊 但是為什麼 我們這些大創 我們政府的 為什麼政府不要 給我們負擔雖金 我們也是在緊急的 算是假情看 對不對 當 鄭文燦去看了超商的 蛋評以後知道 缺蛋嚴重 所以才會有 後續的開放 不然本來進行 拖那些各位 都說真幾顆 五百萬顆 五百萬顆喔 然後 農委會又去把這些 鱷架吊兩 因為鱷架有兩鏈的 你有兩噸的 你要賣兩各位 賣15日 你後面那十三的 兩聲給我 我先揪一揪 我鎮靠進去 我向你向你向你 那時候是這樣處理 鄉文報一下 一聲就 創到兩過期 不吃一拍 再去鎷架 你們的企業 他都拿我們的錢 不然這些大創 這些油漬的創作 有在鎮靠 給這幾間 你知道嗎 我剛才跟你們黏的 那間 他們公司說 他們說 他鎮靠多少 所以那時候 大家說 我們做回來 他也要拿 不要其他價格都不用 30%的進口關稅就好了 行我 我提高到一年了 你是不是要把關稅行完 不是這樣 所以你看 政府有 有些筆不可以說 你怎麼知道 這件事情大家不覺得跟 快篩跟口罩的 模式都很像 他是先這樣子 各位 在去年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嗎 大概那時候 9月8月 甚至更早的時候 大概就開始傳出說 陸陸續續有缺彈的消息 那時候農委會說什麼 還是農委會 那時候還不是農委會 說沒有啦 都沒缺彈啦 成績中後來還補一句啦 我只要抑制彈價啦 我沒有管這個彈的數量之類的 他都還在否認 包括那時候民進黨立委 大家一群 每天都出來做什麼事情 PO照片 PO什麼照片 去超商 查一個彈 然後笑說 誰說吃不到彈 然後說我這邊買到 這邊買到 這邊買到 然後說所有講說 沒缺彈的人都是 認知作戰 中共同路人 假消息 對不對 所以你看 那是直到什麼時候 直到3月 才用3月 2月中3月的時候 才跟大家道歉說 真的 台灣缺彈了 那為什麼我要特別講這件事情 你試試看看過去 每次在談口罩的時候 是不是也一滴時間 大家買不到口罩 罵爆了 政府說沒有 我們才沒有缺口罩 沒有沒有 但是每個人就是要 拿身份證去領嘛 去排隊嘛 然後到後來 突然間 就開始什麼口罩國家隊 疫苗也是完全是一模一樣 什麼意思 在第一時間 他每次否認 澄清的時候 有個轉捩點 那個轉捩點是什麼 那個轉捩點是不是就是 他們找到一個Mega了 門路了 廠商該怎麼進去了 自己人該怎麼插進去了 清楚了嘛 有賺頭了之後 突然開始他們就道歉 每次道歉完之後 大家都會看到 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狀況 總是什麼特定的小吃店啊 今天是這個特定的超市啊 總是有特定的廠商 開始會大規模大規模 而且不計 實際用途的 可能有些人是過 像剛才龍介先講了嘛 過勝了 然後價格過高啦 但沒有關係 開始大量的進口 大量進口 然後這些原本說不缺蛋的 立委 對 我就覺得很有趣 他們同一批人嘛 什麼林靜宜啦 洪生漢啊 之前他們都有PO 彩蛋喔 說林家的都是中共同路人 都認知作戰喔 說什麼竟然 這個 缺蛋 結果他們異口同聲 現在大家都跑出來說 我們三月的時候那麼缺蛋 對不對 所以成績中才會進口啊 你怎麼會現在這個時間點 然後當時他就為了要拯救台灣 抑制這個戰架 自己說法跟自己打架 那真正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背後原因各位你去看 每次都是一模一樣的模組 出一件大事情 被罵 不道歉 後來道歉之後 莫名其妙開始大量生產 大量進口 然後就會跑出一家廠商 證明跟民進黨有關係 所以後來發現 原來不是不道歉 原來也不是不做 是要等到所有東西都就緒到位 都準備好了 水到渠成 那時候才可以進去 才可以進成 民怨為什麼會這麼高 就是說這個 有個公司 他已經十多年 沒有在這個業內 從事這個行業 你說他有老的人脈 也許十年前他人脈不錯 我的行業 我早在出口 十二十五年之後 你再叫我回去做 不要來這條 那就整個 補助不是不能補助 剛才我在說的 宇宣說的那個美工 那你為什麼要特定 整個量 撒給一個人 但是事情都政府在做 我告訴你就是這樣 你辦 你公司借我而已 這樣說 我說這樣跟班人家 你辦啊 工作都要怎麼做 富士林說錢 他也不拿到 補助款他也不拿到 政府 政府把他付錢 把錢 給錢 你錢我把他付錢 你算是 國家的 阿親嫂 拿國家做地下工做 韓國 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結果 你開大門走大陸 隨便找一家 一般公司 但開大門走大陸 很透明 去做 沒人會跟你說話 這件事情 講到這天已經 超過一個禮拜了 但為什麼我們今天還在談 就表示這個事情 還沒有結束 還沒有水落石出 剛開始跟大家講 這張圖 不是第一天就有了 它的進口量 你看到光是一家超市 大家畫面看下來 第三個 8814 8814萬科 都是從巴西 對不對 剛剛有講台農投資 也有從巴西 那為什麼台農投資 只有44萬 你8814萬 你多了8000多萬科 台農投資 報價是 比較貴 還是怎麼樣 你跟大家講清楚 我們今天 我常常講 中華民國是無罪推定 我們現在看了 疑點 你解釋清楚 原來是這樣 大家都不一定答 但到現在為止 農業部沒有解釋的就是 三個問題 第一個 我們現在有蛋荒 我們要跟全世界買蛋 為什麼 是超市 超市如果說 一站出來 沒話說 全台灣最大的進口蛋商 大家都沒話說 但是沒有你一看 而且它是去年9月5號才成立 2022年 今天是9月幾號 今天9月4號 還沒一年 馬仔再一年 他在2月還半停 對他中間還有停 就是說你是突然成立的公司 但講說沒有 他本來就很有經驗 而且這個 秦宇喬女士 他有接受媒體 有講的我們就拿來評論 他沒有講的我們不知道 他說我以前有過 跟日本買蛋的經驗 那請問你是用哪一家公司 跟日本買蛋 買多少 然後那家公司現在在哪裡 你如果這樣 怎麼用那家公司去買呢 為什麼是這一家 你以前跟日本買蛋 那後來是什麼狀況 跟大家講清楚嘛 其實就是為什麼是超私 因為你的資本額那麼少 然後呢 你成立時間又是去年 然後你佔比是 觀眾朋友這是全世界喔 不是只有巴西喔 全世界購買的60% 就是一家超私買掉了 跟其他的菲律賓 土耳其 泰國 美國 整個加起來 他最多 所以我們全台灣 農業部 2300萬人 想要跟國外買雞蛋 六成都壓在超私一家身上了 我舉一個例子 大家就聽懂了 以前 像拉法葉案 你沒有辦法以中華民國政府的方式去買 你只好透過 其他的關係 你今天先 農業部先跟大家講 你必須透過超私的理由是什麼 不是台農發 不是中央巨場會 不是台農投資 一定要透過超私的理由在哪裡 你買不到 你只買不到 你就是 動作一曾阿嬤就對了 任天堂只有曾阿嬤買得到 法郎買不到 現在曾阿嬤也沒有在代理 這是奇異 為什麼是超私 第二個就是多少錢 你合約拿出來 因為秦宇喬女士 因為我都用他講的內容來跟大家 那個評論 秦宇喬女士講說 有沒有賺錢我也不知道 你對了 到現在 你當做一個生意 他這樣加起來 5.9塊 然後8千多萬顆 就大概 大概就要4 5億 這加上關稅大概要6 7億 你做這麼大的生意 到現在你有賺錢沒有賺錢 你不知道 如果下廚錢 你這樣就要添下去 下廚錢你就讓 中央秀財會 跟湯元發去做就好了 就到現在為止 還不知道有沒有賺錢 這個我是覺得 不太能理解 因為畢竟 就算沒有賺錢 就算沒有賺錢 總不能賠錢嘛 沒辦法出來是在賺錢 第二個就是你到底是怎麼樣 到底他的細節 金額合約 現在目前跟大家講 第三個就是後續 因為 巧欣有發現說 他裡面有幾櫃 後來是被退 是有一些 有不良的 的淡品 但是我們知道都是用抽驗的 那你用抽驗的就 驗出又不行 你整櫃就退 大家會擔心就是說 因為 陳其中部長他是 保證絕對沒問題 可是人家會擔心說 因為畢竟也一個月的時間很長 這個先後續先跟大家 先安心一下 就是到底從巴西買回來 台灣的蛋 我們現在市面上有可能 或是已經吃過了 過去已經吃過了 是不是真的沒問題 所以一個是安全的問題 一個是錢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我剛剛先講的 為什麼是超私 那超私他 而且是農委會官員講的 那個叫 旭牧師師長 他9月2號講說 因為他們很有經驗 他跟這個無記 這個蛋行 有親屬關係 今天又講說跟那個都沒關係 你前一天跟後一天的記者會講 內容怎麼不一樣 那新北的這個 無記蛋品 剛剛這個余先生跟大家講 他沒有在做這個事情 而且也跟那個清雲小女士沒有往來 那你南部的 鋼山的那個 又林陶一早 他資本額更少 基本上沒有在動了 2.5萬而已 所以到底是為什麼 那你很有經驗 我這樣說 我做這個結論就是 Michael Jordan 再往那個年代 怕籃球以及籃球之神 但你現在叫他上場再打 他年輕小子 他可能也打不贏了 所以不管超私過去有多會 現在他的狀態就是一個 看起來不Qualify 就是一個小工資 我們會懷疑 所以農業部跟超私 我一樣 我沒有指引你們一定有問題 但是大家搞不懂的部分 為什麼是由超私來買這麼大的量 八千多萬顆 你把內容合約 講清楚 一次解決以後 不會再有人質疑了 但問題就是 沒有講清楚 缺檔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那第一個 因為當時農委會 不能把大陸買 大陸是有的 不可以把大陸買 我們都覺得OK 如果你是為健康把關 然後為意識形態 這都勉強可以 可是當你有了 去找到了巴西 這個通路以後 這不是他們找的 有在跟日本買的人 你知道多少 台灣有在跟日本進口的有多少 不是這間超私而已 過去我跟日本買過 那因為去年 大概在下半年開始 日本開始有禽流感 開始在撲殺 所以 本來你給我的訂單 假如是五百萬顆 我會跟你講 我沒辦法 日本那時候就開始不對外賣了 不出口了 我打折 就是說 因為你訂單 給我了嘛 減半就對了 我常年 你都在給我買嘛 我告訴你 我真的沒辦法 日本過來已經 賣了 我給你四成 你一百萬我就給你四十萬顆 那你五百萬我就給你兩百萬顆 是這樣 地檢到後面 我沒辦法再給你了 所以後面日本 都沒有 多少人 台灣有多少人跟日本買不過 跟土耳其 泰國 2000年 我們跟泰國 就是全部都到 所以 泰國那邊 也很 比喻 所以 他們從來開始 做那個水連式 跟那個 恆溫式 的基調 起來 所以他們現在變成 溫頂 變成雞蛋 出口鍋 我們還在這裡 勞工打倒 還在這裡 一粒兩粒 在那裡 磨磨磨磨 這是台灣的問題 這是算結局的問題 所以 農委會這兩人 你如果開記者會就說 我們現在也有在補助這個 所謂水連式的 然後 高價式的 提升 養殖畜牧的一個環境 所以你說這間公司也沒貴嘛 我跟你講 越苗越黑 如說 要提供他的人 這是你挑出來 這是你挑出來 我跟你說 為什麼今天 你沒台沒錢 各位網友就是這樣 你們要拼了兩拼 拼到沒有 我們現在要拼三拼 我們要負擔三拼 一公斤 你知道嗎 因為要安排這些人的憤怒 本來我都讓你們這裡 都不能拼 兩人都不能拼 這要穩定刺激 有必要嗎 有必要 但是治療一直在拼 治療拼不是現在的事情 你是為什麼這次要拼三拼 你要打火 農委會你敢是要打火 部長你敢是要打火 所以你今天跟我們說 沒問題 尊重市場機制 怎麼會變這樣 有個全民 另類的全民買單 如果這間公司 我說付這個人 你如果有第1千 我看你在那裡還有2-3千 誰沒有 一拼來 我們1千元可以賺6億 這是做什麼行李 沒有本的生理 也沒有這麼好賺 對不對 出1千元 就可以賺一堆錢 你說6億不是中賺 6億 賣賣金 沒有賺的錢 賺半賺了半 給你最近三百的毛利 15%好不好 做沒用嘛 你再檢討口 15%就多少 9千萬 15%就9千萬 這條什麼要奔,你說你都沒有賺,他都沒有,這個老闆娘說他都沒有 這是什麼人,你敢不說出來 調查局沒有,去拜訪一下,請教一下,沒有,發出所沒有提檢數 都也可以去請教一下,還是大吉為重 現在民進黨全黨是高雄家的幹部 還是高雄家的民意代表,我還沒看到他們,跳出來我就知道,拼什麼了 現在沒什麼人敢跳出來,你敢知道嗎? 怕去我們把隊長給他,我們看看要怎麼拍 告誰,告陳其仲要告誰,到時候連期待就一直告 國民黨團怒喊要告農業部長陳其仲,就是因為蛋黃影響民生 卻被發現一家名為超私的藝人公司,進口超過8000萬顆蛋,佔總數六成 資本卻只有50萬元,很難不讓人懷疑 沒想到農業部發聲明卻強調,別再亂放話,否則將依法提告 唯獨超私這個藝人公司,所拿到的委託進口數量最高 難道這不是高登的翻版嗎? 農業部堅持自己立場,但數字會說話 過去被稱為農業國家隊的台農投資,僅進口44萬顆 台農發有3144萬顆,裝蓄產會有1643萬顆 都遠低於資本人只有50萬的超私,8814萬顆 超私進口的蛋佔所有六成,如此龐大數目,負責人僅出資1000元新台幣 種種不合理的事實,讓民進黨立委參選人王世堅也看不下去 認為這不是張三禮四就能進口,得有基本能力資格 農業部應該說清楚,因為再怎麼解釋都是瓜田裡下 台灣有難的時候,你比起這個去年才臨時成立的超私 你們做了審,陳其中,你還敢大言不禪嗎? 沒有所謂的補助任何私人公司上議員 完全是用價差的吸收,所以我再次的強調 只要再做不實的誤昧跟指控,農業部會不排除,直接來提告 任何商品雞蛋進口被質疑,突立特定廠商 行政院長陳建仁不回應,農業部面對質疑,態度強硬 就怕沒有澄清爭議,反而惹出更多雜音 都很希望中文報導 為解決蛋荒消除民怨,農業部上半年花了5.7億 進口1.41顆蛋,但最近進口蛋好幾次,被學藥署驗出用藥超標 加上先前被踢爆,資本額就50萬的一人公司超私 竟然佔了6成以上的進口量,農業部被質疑 幫特定進口商牟利 這如他的名字真的是超市啊,超乎大家的思維 哪一個人有這麼精準的眼光,成立一家50萬的公司 馬上而且是一人公司,然後就可以有破億的收入 被點名的超私公司,地址登記在高雄岡山巷弄 套聽一組,沒掛任何招牌,根據海關進口統計資料 截至今年7月為止,補貼1.41顆進口蛋 分別由台農發、雨河、血腸會等業者協助進口 昨年9月才成立的超私,就從巴西進口了4800公噸 估計大約超過8000萬顆蛋,占進口總數量達到六成 他確實事後,他也有這個能力啦 那至於他的資格怎麼來,那我相信這個農業部 也要去做一個更詳細的一個說明 其他的政黨的朋友,不要缺蛋的時候也罵 滿足了國人的一個需求以後,特別又來跳出來 今明農業粉專版主才PO文,進口還要利潤、運輸、保管等成本 還有被驗到藥物殘留後退貴的風險 即便超私很佛心,都不計算這些成本,也不打算賺錢 但從30%關稅、5%營業稅計算,光稅金就要繳繳1.49億元 一個資本額50萬的公司,恐怕光繳稅金就很吃力 對此農業部再次澄清,表示進口雞蛋的目的 不是給特定進口商補貼,而是承擔進口蛋大丸價格 國內產地價差與關稅等費用 這些藝人小蛋商,何來大手比,政府進口蛋爭議 在天一裝 東山新聞綜合報導 陳吉仲公,不是博助喔 我記得喔,跟村長說的一樣 不是缺電喔,是跳電喔,輪流跳電 這個不是補助喔,是差價吸收喔 嘿,你真有夠厲害 克萊娥現在最近都去民間探討這些人的小事 我告訴你,最近為了這些人,外面在奔波糟糟 因為它收集很多進步,我們聽看看 不只在民間,在網路上超市這件事情 也討論得沸沸揚揚的 很多年輕人都有在投資啊 但網路上就有人開酸了 他說,能像超市這麼精準的投資 怎麼可能沒有內線呢,不曉得大家怎麼看 網友們也歡迎在留言區留下你的評論 讓我們知道你的想法 那為什麼會,為什麼網友會說 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喔 根據媒體整理的資料呢,就可以看出 超市在去年9月成立 然後呢,隔年的2月24號申請停業 沒過一個禮拜,又申請復業了 然後就有雞蛋專案的說明會 短短一個月,這家要停業的公司 又進了5公噸的雞蛋 然後呢,在每一個月都進口1000噸的巴西雞蛋 那接下來呢,陳吉仲就有說啊 雞蛋的多重宇宙 面對多重宇宙 我們要秉持確保農民收益 和消費者的糧食安全 讓蛋能有利潤 讓消費者買得到蛋 這個隆概先生怎麼看 你來回到上一張 好 你問聽政府說的 你要看實質 我跟你講 眼見為憑 眼見都不一定為憑 人家說 逆文 耳文啦 逆文不如眼見 不見 不如心紅 你沒遇到 你真的不知道 會怕死 我現在說這個 九月成立 去年我們就在欠兩 去年我們就在欠兩 九月成立的時候 抄不好 康頭抄不好 你幾泊 我幾泊 你抄多少 這裡外面要抄多少 還沒抄好的 所以人家也有個性 你是要照我的公司 你是要說說那裡有的 沒有的 那是這樣 這格鬥懷疑 這人會懷疑喔 所以我都說二月二時 去旅行停業 也沒辦法 不然不做了 對不對 賺檔賺篩 賺多多少 反省就了 二月二時到三月子裡 六年而已 晚上敲好 三月子裡又心情 好啊 好啊 三月子裡接下去 去參加收盟會 你有沒有看到沒有啦 他現在就很厲害了 我們對進口商召開雞蛋專案進口說明會來 我要請問國貿局 你是用公告的 還是用叫的 為什麼國來的大槍有在進口的你沒有叫來 那些人為什麼我問七間啦 沒有人知道事先沒有人知道有這個資訊 就原本已經有在從世界各國幫我們進口蛋進來的 沒有人知道 然後國貿局開完以後4天3月14日 農業部召開雞蛋專案進口公開說明會 提出4個要件 有去參加 農業部來召開這個申請 提出4個要件 4月開始了 3月就斷下去了 斷下去了 然後這個5公噸的雞蛋就是怎樣 就是要去日本的 聽說是這樣啦 但是都要洗進去 所以後面3月 5月6月7月 都一千幾棟 越苗越黑了 此地五隕三百兩 你們說說那裡有的沒有的 像民進黨的委員說 如果說應該說得清 後面他們都會再補出說 農委會應該說得清 不敢停了啦 不停看看又停了啊 你們又停了嘛 他們知道後面會騙嘛 欸這不是 這四條錢而已 這條空頭就對了 頭到尾啦 有賺的啦 是差不多在那一億 一億來啦 付給人的錢多少我們不知道 一粵兩 一粵兩 給我們賺錢多少 剛剛好這樣而已 比起我們現在就類比其他 本來就有進口的這些人的身份 已經比較高 管理CIF的倒案價嘛 所以你叫做差價吸收嘛 沒有補助啊 差價吸收 以前你看看超市這間市 他沒有經驗 那就是說 應該他是這個兩片的兄弟 對 他兄弟說是 去年那順年過往嘛 後來公司順順順順 沒有廢掉就順順 原本的兩項 這樣嘛 你覺得這個官是有 中間有沒有很曖昧 還是說他真的沒來 就有政黨的好朋友 跟他優惠出來做 首先就是剛才一直在講說 超市 包括他自己都出面講了 他說法很奇怪 他說我們賠錢嘛 又說這個賺多少我不知道嘛 所以顯然對整個這個過程 你也沒什麼清楚 否則他其實一個動作很簡單啊 把東西攤開給大家看啊 賠錢是有貼三個貨貨貨 撿出來有問題 不管你的背後是誰 因為公司的名字是你的嘛 一定是通知你嘛 所以那個時候說賠700萬嘛 他們就說哇了不起 賠他大概這個 100多倍的資本額 10幾倍的資本額 因為他資本額只有50萬嘛 他等於說公司一間還不夠賠 要賠十幾間嘛 那你這個講回來喔 他真正的問題其實 融界先生剛才已經點到一個重點 台灣廠商有50幾家在做這個 而且大家也有在進口 為什麼全世界只有超市知道說 可以賣給中央續廠會 而且好像也只有他能賣 而且他這個也不是說 我買回來之後看看 可不可以賣給你 顯然是一條龍嘛 因為我們剛才算過那個時間嘛 你講了這包就真重點嘛 那中央續廠會賣給誰 中央續廠會賣給食品加工業者 也不是一般民眾喔 他說賣給一般業者 好但是我們來算一個數字 融界先生也說這個很重要 台灣一天大概吃多少顆蛋 2000多萬顆啦 所以他會有缺口說200多萬顆 因為國內補不足 好他如果你看他陸陸續續 4月5月6月7月 總共加起來這個進了這個 總共最後8800萬顆 他雞蛋有效期 要怎麼消掉 對不對 他進這麼多是全收喔 中央續廠會全收喔 你來多少我去多少喔 問題是你收了你要有通路啊 對不對 那你給你算得比較寬鬆一點 全部都給你超市一個人吃好了 加工業者也全部給你算好了 那你一個月等於是說 整個全台灣通路 全部都是超市的蛋 你有在選洗我就 你洗一下 你洗幾個貨櫃 你洗一下 各家分一下 對啊 所以各位你不覺得這個很奇怪嗎 那你最後再回到蛋荒這個問題 因為剛剛我看看那個標題我覺得講得很好 說打趴其他蛋商 不止 把整個台灣農業都打趴了 過去 到底為什麼我們會缺蛋 各位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農委會一直跟你講說是國際因素 但最近有一支不紀錄片 不能戳的秘密 第三集 對不對 他講說什麼 就是你農委會引蓋情流感事實 還點名說有一個秋垂章 現在還在做官 農業部 現在也在裡面當官 當官當時就自己在研究 所以台灣其實他的因果論是這樣 第一個抑制產地價格 壓在40塊 沒有鑽頭 基農當然生產意願就降低 然後又遇到情流感 造成嚴重的災害 所以惡性的循環之下 成績中又做了一個最錯的打算 繼續壓價格 繼續壓價格 問題是盤上的價格是在往上走的 產地的價格都不會動啊 他就跟你講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基蛋很便宜啊 沒有問題是有心人士在炒作 但最後導致的結果是什麼 生產母雞的這種下蛋的 越來越少 然後他又在做一件最錯的事情 大量大量從國外再進來 再去殺那個價格 所以剛才倫敬師一直講說 本來這個人都要抗議啦 那奇怪怎麼從來沒抗議啊 就起三塊就沒抗議了 起價了嘛 對啦 我告訴你 我去年兩棵到一棵 一棵兩棵釣給釣青森 青森就是一棵兩百粒吧 進肥喔一百塊半 所以很多時候 很多店兩棵 茶葉蛋他就不買了 不好 他要怎麼買 那是釣盤上我釣回來喔 一般你像我講那個小吃店 他穿這千八 他也幫你買 因為他沒抗議不行 沒抗議不行 所以漢哥你看說 從產業結構 那產業結構 人民的相對剝奪感就是說 今天你給我一棵兩棵 本來沒問題的 比較貴一棵 其實缺蛋的時候 因為禽流感 然後我都能接受 幾一棵我也可以接受 甚至幾兩棵我也可以接受 你聽懂嗎 一年兩棵 在這樣的過程中 當爆發到說 你用技術上 然後你加上你一半護航 然後幫他散後 還幫他散後 你就是幫他散後 沒關係 再來加 我跟他講我的朋友 跟我說不可以跟他講出來 不然幾個人 幫你們做事 你們怎麼用到這樣 漢哥這個結構是 我們不講結構問題 你為什麼明星會浮動 好 你跟我說到什麼 嘴角全部 記者會開到那漂亮 竟然跟我說 董事雲賺三戶 你台北已經抽籤抽到 今天的關鍵字是 你急 還叫他 其實是這樣啦 如果台灣缺彈要解決問題 你就去找最有能力 跟國際買彈的 我想大家不會有意見 但是你今天找了一個 是去年才成立的公司 又講不清楚 那已經發生事情這麼多天了 都是農業部在開記者會澄清 那不是這個公司出來 給大家說別 那整個時序放在這邊 我給大家一個數字 2023年的3月1號 剛剛開記者會的曾明中 我以為他自己不知道那一天 立法院有記錄的 那一天他就質詢陳其中 我們台灣現在缺彈 他2月3月都說不缺 到3月開始承認缺 4月承認缺很多 兩個時間跟大家講 3月1號陳其中主委 當時還不是不 他說我們現在台灣確實彈不夠 但只要有配合進口專案的話 應該月底或者是2、3個月內就可以解決 3月1號 3月2號就申請復業了 所以現在要開始專業要進口 他又申請復業了 時間點剛好就是這樣 那4月11的時候 陳其中主委在立法院講說 缺彈狀況遠比我之前兩個月想像還要更嚴重 所以就大量購買了 所以你今天重點在於說 你是因為要買彈 所以去找會買彈的公司 還是因為你要買彈了以後 你不去找會的公司 你直接成立一家公司 這個就是大家所在問的問題 對不對 你今天人去找 你會跟他兄弟問說 我要怎麼樣能夠讓我的皮膚很好 而且還能很漂亮 你問到人要問克萊爾啊 對不對 你問克萊爾說 坐高鐵說克萊爾克萊爾 請問一下我這個台語怎麼講 你會說不好意思 你要找你會跟他兄弟對不對 所以你專業你要找得對嘛 那今天大家的質疑就是 剛剛已經講了 你看國內的這些進口彈商 他們現在都不講話 他就把眼睛金金人最重 看你要怎麼改稅 你為什麼不是去找最有能力買的 那你現在跟他回答 想說沒有喔 他是現在我看到有什麼 很多人講說 他是很有淵源的喔 他以前是什麼親戚喔 就是親戚 現在看起來沒有 很有淵源 那我就剛剛問嘛 那你這樣子 從此你以前幫台灣進口日本的雞蛋 你是買多少啦 是用哪一家公司買 是什麼時候買 買多少錢 這些東西你拿出來說 大家都不會懷疑 難道你會在坐高鐵的時候 遇到謝榮街問他說 你這樣怎麼說台語嗎 不然你來試試看 對不對 真材實料就不怕大家檢驗嘛 如果他真的確實就是台灣最會 進口雞蛋的這個蛋商 今天基本上我們根本不會有這一題啦